大家坚持平常心面對 可以問問燕鏡張上去 好,感謝大家 來吧,開燕鏡張上 沒事吧 多避吧 香港人撐住 加油香港人撐住 今天下落 我都不認真幾句 那都很好 因為我真的沒有錯 你都給我認識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你的情況好 好 是 請說 有沒有同事件什麼事 沒有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早幾天警方就打了電話給我們一些同事 包括我 我就沒有確認是否五十多個都通知了 但是根據報導 似乎是沒有人說沒有通知到 五十多人 就是叫我們提早 本來我四月才需要再報導 現在就提前到今天現在這個時候 兩點鐘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就叫我們來提早要報導 他沒有說什麼原因 我都嘗試問過 到底是不是拘捕我 還是約談 還是會控告呢 警方跟我聯絡的人員 就是他是代表國安辦的 他說他得到的指示 只是提醒我 那一天兩點左右要來到警署 就是只有這個訊息 至於來到是做什麼 他是不知道的 當然 一般這樣的提早約談 其實都是有時候發生的 但是可能性有很多 我們都猜不到 但是當然大家都看到最近的風聲 那個說法就是 會有機會是會扣留 有機會是會正式檢控 我暫時都未知 也都不猜測 你們都來到 我覺得這些時候 香港面對 小無前例的政治打壓 濫捕濫告 其實都不是新鮮事 不過這次特殊一點就是 有大量的前立法會議員 或者區議員 或者一些 之前是會參與 有計劃參與立法選舉的一班 政治人物 好像大家比較關注一些 其實如果以這樣的程度去 胡亂去抓人 或者檢控 其實已經很多人在監獄中 等著去到上庭 所以我又不是覺得很錯愕 不過當然 他這樣 無端端 因為初選 而提出我們違法 到今天我都依然是 堅信我沒有做過任何違反 國安法的事 在我從政生涯裏面 亦都沒有做過任何違反香港法律的事 亦都一直都是本著 為公眾利益 為市民服務的態度去做事 我從政有20年了 我是2000年參與工會事務 接著就是03年那一年去參選 這20年的日子不是短日子 過去很多風浪都見過 但是好像今次這個時期 這一兩年那種政治低氣壓 這樣去打壓民間社會 公民社會 以至政治團體是小無前例的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今早很多朋友來 打電話來 或者傳訊息來問候 我都是那句 第一就是 無畏無懼迎難而上 第二我希望我們表現出疾風之勁草 讓市民明白到 老實講你問我現在有什麼可以做 可以抵抗到強權 可以抵抗到濫暴濫高 我是沒有方法的 因為說明是濫暴濫高 就是沒有道理 沒有法理可言 還有什麼合情合理的方法可以回應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都做的 做回個人 做回自己 我們出來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這些比較資深一點 也有很多在這幾年出來的年輕人 或者一些老中青都好 我們的初心是什麼 我們希望社會變成一個怎樣更好的社會 無論受到什麼打壓 我希望大家可以保重 保重 平安 不要有不必要的犧牲 以及要保留實力 我們希望呢 我們爭取的事情 期望的事情 終會有一天八字的 你怎麼看現在北京再來開兩會呢 香港有這麼大的軌道 之前都傳聞兩會的時候 可能在選舉制度上 沒有一些措施出動 是否意味著你們的這個合法 會不會和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想那麼遠的 他當然是可能有關係 不過他需要有關係 都不用一定要這樣拉的 這樣拉當然可以 第一就certify了我們一幫人 因為最新的負面清單 講得明有觸犯國安都不用參選 現在都告你了 不用爭了 當然是 但是我們都沒有在這個角度想太多 我聽見朋友也沒有人說 因為這樣呢 這樣都很失望 因為真的不想太多選舉的東西 我覺得香港現在面對著的 不是我們幾個人參參選 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崩壞 無論在政治 社會 經濟 以至是在選舉上 所有既有的制度 合理的制度 我們市民合理期望的生活方式 好像崩塌了這樣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的關注重點 我們希望一國兩政 真真正正是一國兩政實行 而不是任何人去湊圓禁片去演繹 所以我沒有想太多 是否為了針對 老實說他要針對 也不必然只是動我們五十幾個 是不是 有其他他看不順眼 日後也可以隨時那把刀 躺在他的頸上一樣可以 所以我猜這個當然有這樣的意味 但也不單止是這樣的意味 我相信那個寒蟬 寒蟬效應震懾到其他人 也是一個考慮目的 但我不想太多了 始終在極權的思維裡面 我是很難明白的 也不想去明白太多 他們的謀略或陰暗面 我只是可以這麼說 我們本著法律公義 和我們自己出來參與運動的良心 我希望市民都和我們一樣 秉承這樣的態度 差不多 沒有關係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希望我們今天這五十幾個朋友 五十幾位約談的朋友都是平安 也都希望全香港市民 希望香港真正可以民主繁榮 一國兩制真正可以落實的朋友 希望我們有一個民主社會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平安 都保重 希望在這麼艱難的時勢 更加需要大家守住 好嗎 多謝大家保重 在這六十五十幾個朋友 在這六十幾個朋友 今天不想想要求他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